严惩突发事件 我一早上去大丰新楼医院,我跟医生说我需要包皮,他就给我检查了下说我需要手术,让我去做下化验,检测完说共需要2791.8,我以为就这么多了想想也就交钱去了,其中611保卡刷的,然后到楼上开始手术,手术做到一半他告诉我,你需要进行阴晶细带,整形手术,还要收费不然只不好,我能怎么办? 不能做到一半,不能不做吧,网络配图,然后让人拿了个二维码,当场让我扫码付款,又付了1480块,这时候麻醉已经不行了,下体的手术,本来就敏感缝和眼泪差点都下来了,过了一会手术结束了医生告诉我,需要挂下水消炎止血之类,等还要做一个红光治疗,然后还给我做那个前列腺治疗,我一看还有这个, 我就问医生这个是什么,他说我前列腺有问题需要治疗,然后就是书页加这个治疗,又拿二维码给我扫,付了1694块,红光收了192,这样就6157.8多块了,全部做完,已经下午将近6点了,他让我明天再来换药,我就回去了,到家过了一个多小时, 我就感觉不对,下面整个肿来了,而且发飞,这时候我就感觉严重了,赶紧打电话给,那个医生说明情况,他让我去医院,我就赶紧去了,拆开线检查了里面全是浴血血块,说我血管太多了,这能算我的问题吗? 然后又给我缝合起来,我又经历了一遍白天的手术疼得要死,做完整个人都在颤抖,过了十几分钟才缓过来,然后给我开了一瓶水和一和云南白药64块,今天才算结束,网络配图9点12早上医生打电话,让我去换纱布,我去了,然后给我检查了一下说问题, 不大挂下水重新包裹,一下就行,然后给我开药,我也没看就下去准备交钱了,到了柜台准备扫码,告诉我要800多块,我问他都有什么这么贵,告诉我就是挂的水,还有前列腺治疗加红光,我就说我就割个包皮,跟前列腺有什么关系,昨天刚坑了我那么多钱今天还来,他让我上去跟医生说,我就上去了说我不要做这个, 然后给我划掉了前列腺,最后交了495.3,前后算下来,我一共花了6700多,这是一个包皮该收的钱吗,而且还手术失误害我经历了俩变痛苦,at Lexi你的信息是有多闭塞,新闻都放烂了,私人医院不坑你坑谁,at严城南,怎么说呢,反正是你自己去的医院,平时也没什么人来,干一票一个月不饿,at波罗密巴巴, 我表弟和你一样,在严城新兴南科医院做的,当时他偷偷摸摸的一个人去的,没敢告诉任何人,自己在百度联系这个医院的,说只要2000多,做到一半,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,要钱了,钱不够才打电话告诉他妈妈,最后钱后换要去了一个多星期,花了一万出点,私人医院就多坑at 普普通通巴巴巴巴巴巴巴,这是典型的被坑了,这是医院治疗的杀手锏,先说一点,然后追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